秀林乡秀林社区范围协会获得劳动部的补助开发 太鲁阁族文化创意产品 以部落知新团队传递太鲁阁族传统手工制义为基础 打造秀林部落特色的文创商品 作品都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传承 跨人县秀林乡秀林社区范围协会获得劳动部补助开发专案 以部落知新团队在资料们用心编织出太鲁阁族文化创意商品 以修林部落风景为意象 修风支出出太鲁阁族祖林的眼睛菱形图文 手工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致 在太鲁阁族菱形图文具有守护以及贺阻协影的庇佑 来守护着太鲁阁族的主人们 制造出概念以传统服饰图腾为出发点 将与其生活用品加以结合创造出不一样的价值 我们是修林社区发展协会 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开发专案 那我们是一个部落知新的团队 那我们主要在推广太鲁阁的知义 以太鲁阁传统知义去创造我们部落的新的文创商品 那我们协会在推广太鲁阁的传统知义 有五大图资 那五大图资的话有 占卜鸟之眼 祝福之眼 那贤德之眼 祖林之眼 跟烈士之眼 这是我们主要推广的图资 那我们部落在 我们协会在做的 我们在做的课程有材料包的推广 课程的体验 那我们也有做益彩的合作 还有我们有体验课程 有新的开发专案 那我们每一项产品都是一个传统的知义 也是一个创新的产品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谢谢 修林乡社会华会总干事张淑儒表示 二十多年来协会本则 深耕太鲁阁主文化传承的工作 把祖先编织记忆的智慧传承下来 在修林部落深耕发芽 而质量们都是部落的妇女们 大家都富有使命感 而这是以文创的理念来开发出 现代和生活的作品 来发挥泰鲁阁主的编织艺术之美 记得将有节目到